今天我估計大家最關心的題目就是財政預算案 波叔今天早上11點到立法會講財政預算案 其實財政預算案是包括很多東西 包括政府的支出 又或者是財政預算 赤字、收入等等等等 不過當然我們小市民最關心的是 有什麼關我事 其實有三樣東西是最貼近大家的生活 第一就是五千元消費券 第二就是煙草稅加三成 第三就是博彩稅 在足球的博彩稅方面是定額收取24億一年 而收足它五年 首先講這個消費券 之前其實有很多聲音 吹風說不需要 當中最大聲的其中一位是葉劉淑儀 他覺得經濟復甦 所以不需要 我不反對 但當然我自己本身作為小市民 也有部分收入是靠零售得回來 當然是派就好 因為即使經濟復甦 過去的12月、1月、2月 零售市道其實是挺恐怖的 以為12月一個聖誕旺季 誰知道開關 其實人們是去了 尤其是年輕人是去了其他地方買東西 他是有去買東西的 但不是在香港買東西 他買了機票 然後再去了日本、韓國去買東西 所以在零售市道來說 是並未復甦的 這個消費券雖然 之前派一萬 現在派五千少了 但我覺得還是一個姿態 還有我們自己做零售的 有一個寄望 最主要是 等待一些東西 希望他來 希望他有復甦的跡象 希望那個月條數更好看 的確 那個月只要派消費券 整個營業額是會有明顯的提升 就不是拿八達通走去搭車 那麼簡單 從而大家看到 即使內部有些聲音反對 但是波叔都照派這個消費券 已經令到大家有一點點開心 有一點點甜頭 那麼這件事要稱讚他 他也都在這個預算案裡面 提及到開心這個字 今屆的政府 和上屆的政府 我覺得最明顯其中一個分別 就是他會提到市民 開不開心 姿態也好 就算是李家超 李家超他去張南隧道 那條橋開幕 這樣他都會說 希望市民開心一點 雖然那個隧道 和那條橋 不是他建的 不關他的事 不過他都會提到 開不開心這件事 即是本屆政府 起碼會把開心這個字 提起口邊也好 放進去施政的方針也好 放進去都比沒有好 而另外關於煙草稅再多加三成 小弟來說 這次有一點點不同意 我不吃煙的 根本就不關我事 但以前 譬如加煙草稅的藉口 就是你勸人戒煙 給誘因的人戒煙 但是其實這幾年疫情 戒了口罩 你都沒有看到人在街上吃煙 甚至有些人因為疫情已經戒鬼了 所以你說如果以一個戒煙 來做一個誘因 去加煙草稅 我覺得不是太成立 你純粹就是 好話不要聽 你還吃煙我找你開刀 講白一點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再是以以前那種 你不如吃少一點那種 我就覺得不是很成立 還有 雖然說電子煙犯法 根本現在大把人 走了去吃電子煙 是不是 甚至是如果你這樣加煙草稅 是會鼓勵更加多人吃電子煙 很多人以為電子煙沒有什麼味 或者不是真煙那麼難聞 然後就真的在室內地方繼續吃 由於小弟熟久 鼻子就很敏感 很多電子煙其實都還是有味 還要不要聞那種化學味 所以無論是真煙也好 電子煙也好 不關他加不加煙草稅 加得就算 最後就關於足球博彩稅 在加博彩稅這件事上面 在財政預算案快說出了 之前也有人提議 吹豐說加博彩稅 不過市面上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包括馬匯自己都衝出來說 不要搞我 我比較在意的是 他這次說明只是收五年 我不知道他五年之後是否繼續 總之他只是說未來五年 收多一筆數 以及不關賽馬的事 只是在足球那一方面 我又覺得他好像想過事情 不是說一刀切 不是說全部賭博都收 以及不是說一加了就沒有減 他現在說明我是五年的 他很容易計算 總之我一年收你二十四億 五年收一百二十億 庫房就多一百二十億 這樣就在這個 面對財政赤字 和加博取稅反對聲音之間 拿到一個OK的平衡 我自己不賭球 所以不要說我本人受惠不受惠 或者批評他這個政策好不好 不過我覺得 他說明二十四億一年 為期五年的設定 都算挺聰明的 講到最後 剛才那三個措施 大家當然是最開心派消費券 我本人也是最開心 但是身為零售業界一份子 如果有一天 香港的零售市道真的復甦 長旺翻 我也覺得不一定要派消費券 不會要求政府派消費券 因為我們香港人自己本身是習慣了 還有我們應該懂得去自力更新 他或者去推出其他更加有利於營商的措施 可能是少少的 免了個BR 即是商業登記費 又或者他減了一些商業上的利得稅 這些都是會幫到營商環境 不過今時今日 未真正復甦的時候 他派一點點甜頭 派一點點寶助 然後大家市民又開心一點 所以就算真的有人只拿消費券 然後八達通去搭車也好 他都叫幫補了生活 如果不是生活困難 怎麼會只拿消費券不消費 而走去搭車那麼慘呢 所以今次他在有反對聲音下 依然派這五千元的消費券 令我感到開心 以及感謝波叔 所以在立法會財政預算案的致謝動議 我會投贊成票 雖然我無法投票